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阿子 今天我會分享剪頭髮的幾個髮型給大家 前面會有阿sir的示範 他是Ringsir,事不宜遲 第一個髮型就是長髮的修剪 開始吧 大家好,一連幾集我們會為大家示範幾款不同的髮型 包括有長、中、短的髮型 甚至有一款是用電鏟的短髮,大家拭目以待 如果長的髮型,我們一般就是過了肩膀 在肩膀之下,我們稱之為長髮 大家都在想,如果是長頭髮 可能還蠻麻煩的,不知道從哪裏開始 十二度才有很多分組織 要分得見 但不要緊,我現在就為大家示範一個很簡單 很快捷的方法 這個就稱之為一個一點放射的技巧 開始的時候,我們要找一下頭髮的長度 才決定這個長度 好,這個長度大概是差不多 我們要想一下,待會要做的時候 我們要怎樣去分布 或者怎樣去提升 好,大家先想想 好,我們決定了頭髮的長度的時候 第一件事,我們要分組織 我們要分多少份,怎樣去分配 好,我們先從中間這樣分開 在中間這樣拉下來 我們最重要是在後面打開 看看後面左右兩面均不均勻 然後呢,我們就會用一個鱷魚夾 這樣夾著它 如果工具大家有不清楚 就可以看之前的影片 有工具的介紹 這個就是左右分開了 OK,然後我們就在頂上 我們由頭頂那點到耳朵 後面一點 我們就這樣分開 這個就是很簡單 我們就梳了頭髮 梳在一起 然後紮起去 用手指尾在後面這樣梳去 然後拿出來就分開了 好,我們再看看前面 因為我們這裏 側面的側面是比較扁平的 我們就會用這些 平一點的尖嘴夾 這樣夾著 留意的方向 就要向前面 如果頭髮掉了出來 它都不會混在後面一起 好了,如果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就大概可以分到四份 我們都是分四份 好,記不記得 這邊側面是怎樣做 沒錯 就是用手指尾上去 這樣就拿出來了 好,記不記得這邊 我們就需要用一個尖嘴夾 這樣夾著它 OK 好,我們看看後面 後面 OK,果然我們分了四份 分了這四份 我們就決定一下 我這裏就講解一下 好,我們打算 我打算這裏就平 還是尖少少 還是前面長一點 後面短一點 我覺得都是維持著 兩邊尖少少 會比較好一點 我們就做一個尖的 中間長,兩邊短的 我們就打開這裏 這樣 這次我們提升的角度 我們就會是 保持一個中的角度提升 大概未必是 中的角度 上面那些它降下來的時候 就似乎是一個低角度 我們不如這樣 就只看著 髮尾這條線 我們是跟地面平衡的 大概是90度 這樣的提升 上面呢 就一個中低角度 就可以這樣看 我們就用一條橡筋這樣 扎住 OK 另外一邊呢 同樣 我們都是用同一個方法 你留意一下 我們前面的頭 後面的頭髮 拿出來前面呢 就會比前面的頭髮 為之長的 所以長的時候 這裏就一定會是 這樣斜斜的 大家要理解 我們扎頭髮 會達到什麼的效果 這邊 我們剛才說過 這裡我們盡量保持 地面水平 水平 然後我們就扎著它 扎橡筋 我們打開 繞進去 留一點位置給手指 拿進去 打開 繞進去 這樣就搞定了 OK 看看兩邊 我們大概都OK 均勻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定到長度 兩邊呢 我們可以很容易剪掉 OK 那我們試試剪 如果呢 我們用膠剪呢 這裡有個問題 用膠剪 它就剪下去的時候 我們就做算 它好像很多頭髮剪不到 那情況下會怎樣呢 要不我們就這樣滑下滑下這樣剪 另外還有一些辦法的 我們就用個魚骨剪 先 之前我們介紹過 有些呢 就50%的魚骨 是吧 那我們可以用一個魚骨剪 這樣去剪下去 這裡輕輕剪一去 對啊 真的好多 因為如果你要這樣去剪 你需要有一把 都幾好的膠剪 你才可以把這麼多頭髮剪下去 那就是如果我這個 可以用一個這樣的魚骨剪呢 那會比較好些 那 那 好 這樣剪下去呢 即相對呢 就很輕鬆 即我剪一下 剪一下 它就少些 剪一下 它就少些 對不對 那相對就很輕鬆 就不用好像剛才那個 平剪這樣呢 即是很大 那個力量 那 只要魚骨剪這樣捉一下 捉一下 捉一下 多幾次 沒所謂的 那就剪完了 那這邊一樣 我們就是 補計一下 長度 對不對 拿著裏面 又是這樣剪一下 剪一下 那 那 你們留意一下 剛才呢 那個骨呢 在那邊 在前面這樣剪過來 那個骨 即那個魚骨 那這些呢 就是怎樣 我們處理那些剪刀的切口 即是怎樣利用那個剪刀的切口 就做一些 就是 令到頭髮的髮流的方向可以統一 一致一致 好嗎 好 那我們馬上就看看 會是怎樣 OK 那 就像剛才這樣說 那 後面是短一點的 對不起 後面是長一點的 兩面是短一點的 對不對 那 那 如果我們覺得還有少少呢 我們都可以用少少 你覺得不是好 長短不一的 那 那可以呢 就是用魚骨呢 都可以輕輕這樣 就是輕輕這樣 修剪一下 那 讓它更加 協調一點 那 那我們再看看前面這裏 那 那 前面呢 我們需要跟後面呢 做一些連接 那我們就要拿一個長度出來 那 我們後面想怎樣做連接呢 我們想前面的時候 我們想前面是長一點 長一點 長一點 還是想前面是短一點呢 那我都是 依然覺得前面是短一點 短一點 那如果前面短一點 就是這樣斜上去 是不是 那 因為 對於那些婆婆來說 那 他比較會清爽一點 那一種這樣的法 那我們就大概會用一條呢 就是來 量一量 它的長度 就是這個長度 就是連接我們後面的頭髮 大概在這裏 那 就決定我們摘橡筋的時候呢 摘在哪一個位置 那 就 留意一下我現在呢 就是向前面45度這樣梳 是不是 將頭髮全部向前面 集中 向45度這樣梳 那 然後呢 我就 有少少的提升 輕微的提升 大概45度的提升 就回 剛才後面那些 比較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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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摘橡筋剛才有說過 怎樣摘 OK 那這裏呢 就出了這個第一個 這個長度是 剛才後面這些的 那我們按照這個長度去剪就可以了 對不對 那我們可以是 這樣剪也可以 那 記住這個切口呢 我們可以 就是 摘平的切口 不要 不要有斜 不要有繩 不要有繩 就是這樣 這個切口呢 不要跟頭髮斜了 這樣就有長有短 就是跟這些 成90度 不是 打起的頭髮是90度 那 如果剪呢 好處就是 那麼多頭髮呢 都便宜可以剪掉 那如果用把剪刀去剪的時候呢 它未必可以切到這裏 切到這裏 OK 好 那我們打回去 沒錯了 前面就會短一點 後面會再回 在一起 那 只要 另外一邊呢 都是保持著 都是這樣剪 另外一邊 都可以 保持著 同一個方法 那就會完成了 好 我們再看看這邊 用這個示範 那我這裏就會快點了 好 把頭髮拿起來 好 好 頭髮提升了 對不對 那我這裏 我就不用這個 我就用牙刀 對不對 因為我用這個瓶刀呢 比較漂亮 所以就不需要 考慮那麼多 看一看前面 如果有一點點不平均 我們可以再調整一下前面那些 不平均的地方 OK 調整一下這個切口 這個問題 中間呢 調整一下 中間兩個堆清 中間長一點 對不對 好了 一本清爽 最髮型 就出來了 好 那這個視頻到這裏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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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